据说懂特斯拉的人都在人家发财报之前加仓了 你看财报刚发完 特斯拉上周的股票就涨了33% 折算一下市值3800亿的红包就到手了 牛啊 这份财报其实信息量巨大 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 没时间的话没关系 我也帮大家总结好了 抓住几个重点 第一个 特斯拉去年共交付电动汽车超130亿万辆 同比增长来自40 总收入约815亿美元 同比增长51% 净利润同比半倍 达到25.6亿美元 毛利率就更厉害了 28.5% 这有什么概念 丰田去年的毛利率才19% 这些说特斯拉降价不讲武德的人 都来看看人家的毛利率摆在那了 降价真没亏钱 只是比之前少赚的那么一丢丢 那句话是怎么来的 薄利多小 哦不对 人家这个压根不算薄利 所以呢 卖不好就降价 一降价就报单 效果确实立竿见影 但漂亮的财报呢 也暴露了特斯拉目前存在的一些状况 我总结了三个点 降本策略是日后的核心 利润突破点 始终在FSD上面 打广告继续靠狼马 那有这么一种说法 特斯拉的需求快点已经到了 我根本是认同的 MOTO3 MOTO Y变得不香了 这才是降价的主要原因 降了以后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 降价能刺激销量 但不会一直有效 消费者也不少 三 跟Y的毛坯房 跟中国品牌那些精装房相比 消费者的审美趋降 还是会逐渐倾向后者 第二就是 特斯拉立不住豪华的牌坊了 23万买MOTO3的人 可爽了 辛酸的只有老车主而已 谁想被人家笑自己是韭菜的 谁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谁不想买车能便宜一些 对吧 我就没见过哪个豪华品牌 去这么捏自家呵护的 捏都算了 你也不好好维护一下 所以 保住利润的核心 就是降成本 这也是特斯拉一直在做的事情 像一体式压筑 四流霸凌电池 自研芯片 都是这个思路 老马自己认为 特斯拉真正的竞争优势就是 擅长制造 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技术 这句话你们细评 反正据外媒消息 改款的MOTO3会进一步解化类似造型 价格继续下滩 20万以内买全新MOTO3 真不是梦 而新的利润突破点 则是来到软件层面 那这点确实是特斯拉牛逼的地方 此刻视觉识别 和神经网络算法的好处 显了意见 省下各种雷达的钱 全部都对自研芯片和软件算法上面 典型的案例就是 特斯拉在北美放宽了 根据安全评分订阅FSD的计时 以前还需要系统判断你的驾驶习惯 现在给钱就能用 说明特斯拉现在对自驾的FSD很有信心 关键是 软件的价格调控比卖车好操作多了 目前国内是一次性买断 日后只要国内能全面开放这个FSD 并且允许用户去订阅 那么这个FSD的渗透率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这笔收入就是稳定且源源不断的 以北美为例 FSD的用户足足有40万 订阅费一个月199美元 你们自己算一下 这里多少钱 但FSD很强也很好用 但你别问我用起来安不安全 这个问题就很大 得单独用一期视频来聊 还有值得关注的 就是特斯拉的管理和销售费用率 一直处于5%左右 特斯拉不投广告的说法真没骗人 钱也是从这里省出来的 反正光靠老马自己一个人 就能为特斯拉带来足够的曝光率 1.27亿推特粉丝的大哥 全球排名第二 仅次于奥巴马了 牛啊 但我觉得这招对国内市场 渐渐有点不适用了 譬如传播和销售策略 对一个品牌的长远发展还挺重要的 像特斯拉官方号的这条内容 放在别的车体 根本就不会这么说 不仅没有起到好的效果 反而败了品牌的好感 产品强势的时候 说啥都对 产品没那么强势的时候 就该琢磨一下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了